今天葛牧师的信息 读经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 好 我们就一起同声地念这两节 一起来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旗月朔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现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葛牧师 哈喽 路亚 疫情过后 但是我们的距离还在 所以以后要请招待 第一排先请 阿们 进来之后先往前面坐 好不好 我一直记得 二十年前 在我前面一个教会 有一对夫妇 他们从北加州的江秀琴墓舌边来聚会 那么他带着小孩坐在最后一排 但是当我在台上说 弟兄姊妹请你们坐到前面来 他第一个从最后一排坐到前面来 我后来就很讶异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江牧师教导我们要顺服 Amen 跟你旁边说 顺服就蒙服 我要等着有人跑上来 弟兄姊妹 如果你去一个 你很想看的一个戏剧 你很想要看的一个球赛 你会买最后一排 还是买前面一排 我知道你们很tricky 你一定会说 我买中间排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不会要挑好位置 会不会 请问教会的好位置在哪里 Amen 你说了就要做啊 不要口是心非啊 Amen 疫情的期间 我可以谅解 你怕这个牧师的口水 吐到你身上来 现在没有疫情的考虑了吧 是不是 Amen N高通常比较强在哪里 你知道吗 前面 你坐前面的时候 你即使想打瞌睡 你也会 旁边会拽你一下 对不对 后面啊 别人不推你 你自己就睡了 OK 所以当你决定要坐在最后一排 除非你是服事的人 或者你有特殊的原因 否则的话 你就已经告诉自己 今天我就打算是 睡觉 挺后面的 特别给你旁边说 你不要睡觉 像牛师妹 来 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 考一下 上礼拜讲什么 讲君王 君王怎么样 君临天下 好 君临天下我不知道 但是君临你的心中没有 Amen 好了 OK 那再上礼拜呢 讲什么 小礼大声一点 哎呀你看 我真是伤心 上礼拜张牧师讲的 然后再上礼拜是谁讲 结果呢 想到 击什么 切得GPT去了 好 主啊 赦免他们 哥罗西书 在今天要讲的 第十六节 十七节之节 保罗讲到 上礼拜的主题 跟大家讲一下 上礼拜主要靠基督 怎么样 夸圣 不是上礼拜 上次我讲 靠基督夸圣 是不是 保罗为什么讲这个呢 保罗讲到的 其实他主要讲到 针对哥罗西 哥罗西里面的异端 他们是强调 要守旧约的律法 才能够得救 因此保罗告诉他们说 律法上面的 所有的 这一切的字句 都被耶稣基督 拆掉了 Amen 我们不再是欠债的了 我们不再是 这个被魔鬼 借着这个字条 要抓住我们了 现在兄姐妹 马丁路德改教之后 把我们从那个 天主教的那种的 所谓的形式主义 律法主义 那个那种的捆绑里面 释放出来 要我们看见 我们因着性 而怎么样 成义 还记得我上次讲什么 天主教说 因着性之外 还要什么 还要加上行为 不是说行为不重要 我们基督教也讲行为 可是行为 一点都不能够帮助 我们得救 这个是我们 特别我们中国人的背景里面 很难理解的 是吧 我们从小在佛教的文化里面 就是要 要积功德 是不是 将功赎罪 我们从小被的滚瓜烂熟的 这些东西 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让我们看见 你不做些什么事情 怎么能够得救呢 怎么能够上天堂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是 要做一点什么 所以有的人来到教会里面 也是用这种心态 要来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保罗在这一个 针对了这一个情况之后 他接着在十六节 十七节 他就特别对付 这个所谓的律法主义者 我们再来把这段声音经念一遍 来预备 请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旗 月朔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事后事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保罗在这里讲到 他说 首先他说 他说不可以在饮食 节旗 月术 安息日 这些都叫人论断你们 保罗在这个地方 就要讲到律法的问题 好了 讲律法 我想可能包括我们信主很久的 也许我们对这个律法 这两个字 还是有点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来看看 这边有一个对照 这边有一个对照 那么这是英文的 但是我把它翻译了 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 你如果看一下 中文的你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律法 什么叫福音 好 律法呢 叫人知罪 有没有 但是呢 福音呢 福音是什么 福音 是 耶稣基督 白白的 恩典给我们 耶稣基督 为我们做成了一切 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 接着律法 把人带到了基督的面前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在这里 请记得 我再说 不是律法不重要 不是说律法不要他 保罗也说 他没有说 他要废掉律法 是不是 但是 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 把律法变成是 我们得救的门路 那么第二个 我们来看看 律法跟福音的差别 律法是什么呢 律法就是 因行为称义 因行为称义 摩西在 这个西乃山 颁布十戒 我们这次去圣地的 有去那个林泊山 看到 是不是 摩西颁布十戒 请告诉我 十戒里面告诉我们 做什么事情 你不可以 除了神以外 你不可以 是不是 摩西告诉我们这些 前面四戒 讲到对神 后面六戒 讲到对人 是不是 那亲爱的兄弟妹 所以律法告诉我们说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不应该去敬拜偶像 你要敬拜谁 独一的真神 是不是 这是摩西所带来的律法 犹太教 今天跟 就是在这样子的 一个背景当中 他们认为行律法 他们认为 要靠着的行为 do 我可以得救 可是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因信 诚意 Amen 福音是因信 诚意 保罗说 我们得救 是本乎恩 因着信 请记得 这句话一定要 把它背起来 保罗说 我们是得救 本乎恩 因着信 不是因为 不是因着行为 也不是出于自己 免得叫人 自夸 看得没有 好了 现在留守没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 保罗 在你了解了律法的 这个意思之后 那么你来看看 保罗在讲这个 他说 不居在饮食上 节旗 月术 安息 到底是在讲什么 第一个 他说 不居在饮食上 好 第一个饮食上 我们来看看 有读过立位剧的人 请告诉我 好 请告诉我 你读立位剧的时候 你记得什么 你记得什么 你最记得什么 什么 什么剧了 我最记得姚剧 在上帝的面前 摇一摇 还有呢 立位剧有很多有关 这个告诉以色列人 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在立位剧十一章 讲到有关 饮食方面的一些的条例 好 请你仔细看一下 在这个图表里面 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吃的是哪些 不可以吃的哪些 海鲜 你们喜欢吃海鲜的 广东人 吃不吃虾 请问可不可以吃虾 谁不吃虾 对 以色列不吃虾 哎呀 糟糕了 不要信尔太教 不能吃虾 对我们这广东人来讲 实在是太残酷了 如果你按照 旧约圣经里面的规定 我们中国人 常常吃东西 通通不可以吃 可不可以吃猪肉 不可以啊 猪是不洁净的 要吃就吃牛 吃羊 也不吃血 好 很多的规定 我没有时间 一一个跟你讲 你有机会回去 好好的仔细看 立位记十一章 回去好好仔细看 那其他就准备 所以那种正统的犹太人 他们为了遵守这些的条例 我告诉你 他们发明了一种认证方法 那叫做 Koshio 有看到没有 K-O-S-H-E-R 这个是犹太人 他们根据圣经 经过这些的专家 他们所研发出来的 一个专门认证 也就是说 符合圣经的 这些的食物 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他们通过把它 所以你要到专门店去 你才能够买到 他们认证的 价钱高不高 价钱当然高啊 譬如来说 还记得雅各怎么样 雅各在雅伯渡口 跟天使 是不是 跟天使在摔跤 结果呢 最后怎么样 事情上说 那个人怎么样 摸了他的大腿窝 所以他就瘸了 从此 事情上说 从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 的经 好了 为了这些圣经 这个犹太教的 这些众统的 他们怎么样研发出来 他告诉你说 那个大腿筋呢 是哪个部位呢 刘的后臀 这一个下腿 从臀部这样下去 整个的 后腿的部分 所以刘腰肉不可以吃 刘钉骨不可以吃 那就有另外的一些的 这些学者就说 哎呀 他这样子的话 那太可惜了吧 是不是 那个 整个后腿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 通通不能吃 所以他们就想了办法 就说 那是做大腿筋不可以吃 所以我们把那个想 他们就用一种处理办法 把大腿筋除掉 然后呢 其他的东西就都可以吃了 你懂我说意思吗 你没感觉 因为你不是犹太人 你对那个虔诚的 这些犹太教的人来讲 圣经上这样子的说 他字字句句 都要照着遵行的 亲爱的兄姊妹 这就是保罗面对 在那个犹太教背景的信徒 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他们还要回到 犹太教的里面 去遵守这些律法的条例 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不拘在饮食上 或者节旗 月朔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好 接下来我们讲 节旗 节旗就是指的 一连一度的节旗 那么犹太人呢 他们有 以色列人有七大节旗 我们看这个图表里面 这个 玉月节 这个 七七节 五星节 收藏节 那么这些不同名词来讲 还有这个 还有祝鹏节 这是比较大的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对这些节旗 非常地看重 非常地看重 直到今天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这些节旗的关系 现在在基督教里面 也有一批的人 也开始跟着 犹太教的 这一个趋势 去开始过 祝鹏节 去开始过 五旬节 去开始过 玉月节 因为基督徒 可不可以过 祝鹏节 我问你有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那你为什么不过 你有没有过 祝鹏节 我告诉你 这些现在开始复古的 他们一看到什么节 我有一个群组 我专门看到 就有人就是 每一次 他一抛出来 我就知道 现在是什么节 祝鹏节 光明节 收藏节 等等等等 那亲爱的同志们 你刚回答的也没有错 基督徒可不可以过 祝鹏节 可不可以 但是如果 今天我们过这些旧约的节期 变成是在遵守这些的日子 看重这些日子 那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你在节期的上面 可以让人论断你 了解我意思吗 好 那么 可能接下来是跟我们更会有关系的了 这也是许多时候 基督徒常常会 有点弄不清楚的地方 请问我们今天礼拜天 我们在这里聚会 我们叫做什么 这叫做 主日崇拜 是不是 什么叫主日崇拜 什么叫主日 什么叫主日 主日就是当耶稣复活的 之后 对不对 然后门徒们在圣经上说 他们在七日的头一日 也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一起在那边敬拜神 这是初代教会 他们开始在七日的头一日 也就今天的礼拜天 开始敬拜神的来源 因此今天多数的基督教会 都在礼拜天聚会 有没有 那有没有在礼拜六聚会的 有 安息日会 先留准备 安息日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出现了超过六十次 有关安息日 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 上帝创造了 对不对 六天创造了 第七天怎么样 安息 所以世界里面规定 要守安息日 对不对 甚至到一个地步 不守安息日 要怎么样 要处死他 今天怎么 严不严肃啊 但是心里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读圣经 一定要不要只看旧约 任何一个重要的真理 一定是要整本圣经来看 这个叫做以经解经 有没有 所以旧约里面讲的这个安息日 请问到了心约 还有没有告诉我们说 要守安息日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个 刚才除了我所讲的就是 门徒们他们在主耶稣复活的 七日头一日 他们继续在一起 讲得最清楚的是在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 那么约翰 老约翰 他说当主日的时候 他被圣灵感动 看到没有 主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主日 我们在这边敬拜主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 高兴 欢喜 有没有 诗篇里面这一句话就在预言 就在预表着 耶稣基督 他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经怎么样 做了房脚的头块石头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 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高兴怎么样 欢喜 所以礼拜天主日崇拜 我们要怎么样 哎呀 结婚怎么样 所以你知道吗 有一些教会啊 没有看到这一点 主日崇拜 弄得像追思礼拜 难怪年轻人不想去这样教会 剩下只有那些啊 五十年六十年 信主五十年六十年的老信徒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牵住什么 不是的 礼拜天 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 庆祝 庆祝什么 耶稣基督的复活 Amen 我们不再是像旧约的人 守着安息日 其实保罗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保罗讲得很清楚 他说神看每一个日子都一样 所以不是说 那个礼拜六 才是安息日 当然 我们今天 在一个礼拜 有一天 来安息休息 这样子的来祭祝主 这是好的 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是 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 每一个人搞得忙忙碌碌的 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 好好的来亲近主 是不是 连主日崇拜也是如此 有的人实在没有时间 所以怎么办呢 礼拜天啊 以前我们有八点那一堂 为什么要参加这么早的聚会啊 因为参加完了之后 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去上班 还可以去加班 还可以去哪边玩 是不是 那亲爱的朋友准备 整个社会开始改变 也在冲击着 到底我们今天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 这个日子 我们纪念的不是只是这一天 我们纪念的是这一位复活的主 所以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说这一些的 节旗月朔安息日 这些东西呢 都不可以让别人来论断你 今天因为是圣餐 所以我再加提一个有关圣餐 我们教会每一个月都有一次圣餐 是不是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告诉我 圣餐到底是做什么 我们看这段圣经 我们大家一起来练好不好 来 他们吃的时候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注续了 递给他们 耶稣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留出来的 好了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什么 身体啊 好了 这一讲 就产生了在教会历史上面 对圣餐有不同的理论 到底这一个耶稣所说的 是指的一个实际 还是指的是一个比喻 我们来看 天主教认为 当耶稣说 this is my body 所以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经过这个神父师徒的祝福 这一个饼 就变成实际上是基督的身体 进入我们里面了 这个血 这个杯 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血 实际地进入我们里面了 这叫做化子说 亲爱的朋友师妹 所以天主教非常看重圣餐 甚至认为圣餐 可以来帮助我们消弥罪恶 这个就是减轻我们的罪 但是亲爱的朋友师妹 我没有时间多说了 其他的 马丁路德 加尔文 辞运离 马丁路德 加尔文可能我们比较熟悉 马丁路德是信义中的 加尔文是长老中的 那么辞运离呢 他们各有不同说法 其他两个我先不说了 辞运离 他所说的有关的圣餐的意义 比较现在是多数的 基督教会 所有的 他认为 这个圣餐 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律约的学 他讲的是一个象征的意思 是为了要祭恋主 有没有 保罗在哥林托切书下讲了说 为的是祭恋 祭恋主 所以我们在这边领受 这一个饼的时候 这个饼 代表着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裂开 这个杯代表着耶稣的血 为我们流出来 可是 并不是耶稣的身体 实际上面的 或者是像 这个马丁路德 加尔文所说的 所谓的神 基督 与我们同在 借着祂的饼和杯 了解我意思吗 但是圣餐 是耶稣所设立的一个礼 当我们每一次 在这里 祭恋主的时候 我们带着一个 虔诚的心 我们祭恋 耶稣基督 为我们第十字架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主 再来的时候 只等到主来 所以历史历代的 圣徒 在圣餐的时候 我们一起 在那边祭恋主 圣餐代表着 主耶稣基督的 为我们定十字架的爱 圣餐同时 就像我常常提的 这个饼 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也代表着 我们虽然是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人 但是我们却在 基督里面 是一个身体 Amen 所以如果我们 今天来的时候 还跟太太吵架了 等一下make sure 你在领圣餐之前 赶快跟她说sorry 好吧 Amen 不然的话 你不要吃喝 因为保罗说 你这样吃喝 就吃喝自己的罪了 好了 那么 所以保罗说 不要用这些 这些都是律法里面 所规定的 节期也好 安息日也好 或者日期也好 不要帮让这些 人家来论断你 论断就是什么 就是嫁娶你 就是判断你 来批评你 我们不要因为 做这些事情 所以别人可以用这个 来批评我们 来嫁娶我们 而且在原文里面 这个论断是指什么呢 是一个持续的论断 好 OK 那么 你看到这个图上面的这个人呢 就是在Kansas City的 一个创办人 叫做 这个 Mike Biko 中文把它翻成 这个 B. Mike 牧师 这个Mike Biko 牧师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叫做 为耶稣 从然爱火 那么他这样子 记载着 我们讲的在 Kansas City 这一个 所谓的万国祷告之家 叫做IHOP 不是那个 吃早餐的IHOP 是那个 它是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的意思 那么他们一个礼拜 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断地有这个人 在那个地方 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他是这个 国际祷告店的 这个创办人 他在他的书里面 他这样子做见证 他说 他说 我曾经尝试 用自己的热忱 来 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写了一份日程表 包括每天 至少像一个人 传福音 包括一天读圣经 有两个小时 祷告一个小时 他说 我真的想要讨神喜悦 并且想要在灵性上 有进步 可是我似乎 一直在各方面 让神失望 在祷告读经上面 我都失败了 我祷告的时候 我不断地看时钟 两个小时 兄弟们 你有导过两个小时的经历吗 太长了 是不是 一直在看表 时间到了 时间到没有 一天读圣经 一个小时 他说 我不断地在那个地方 希望能够遵守这些的 我跟神的立约 可是 突然有一天 当他读到约翰福音 第五章 三十九节 四十节的时候 他说 我突然 发现 我好像是一个 虔诚的 法利赛人 他说 他们读圣经 却不喜欢 圣经所说的那位神 不喜欢跟他建立关系 我一直在读 白纸上的话 但是我却没有跟神 有亲密的 这个关系 亲爱的就是美 我们会不会 也像他一样 不知不觉的 我们把跟神的关系 变成是一些律法的 亲爱的就是美 有些基督徒会觉得 如果我早上没有灵修 我今天开车出去 会出车祸 或者是 会出事情 有没有 没有 感谢赞美主 可利心想说 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 哎呀 无所谓 那更惨 那个比律法主义者更惨 你都会是吧 那些渴慕神的人 他虽然是想要 但是想要遵行律法 但是他还是 心中是渴慕神的 是不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让我们看见事情 这所有一切 你靠着自己的努力 靠着自己的律法的规条 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遵守教会的传统 遵守教会的法规 你遵守这个历史历代 圣徒告诉你的一些方法 亲爱的主书说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跟这位耶稣基督 建立关系 同样的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 主日敬拜的时候 哎呀 我们在这边拍手啊 我们在那边赞美 老圣子我们跳 对不对 我有一次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 在这个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个教会 他们一个聚会是三个小时 敬拜两个小时 讲到一个小时 厉不厉害 我就注意到 有一个弟兄 他每次敬拜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 不是跳一分钟两分钟 他是一直这样子 我也很佩服他的体力 一次去是这样子 两次去是这样子 后来我发现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我发现他不知不觉 把敬拜神变成什么 也变成是一个模式 你懂我意思吗 OK我再说啊 那那些啊 怎么叫都不动的人 那更惨 了解我意思吗 带敬拜人说 请大家举手 男子汉 不举手就是不举手 那我孟师跟你怎么样子 实说我说 我告诉你 举手代表降服 举手代表什么样 好 拍照代表什么 讲完之后 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 用 还是不动 那叫做无药 可救 我们说过于不及呀 都是罪 是吧 刚才我们笑 那个意思举手的 那是什么 那是过 那你呢 从来不举手 那叫什么 那叫不及 不过于不及 都是罪 懂这意思吗 因为罪的定义是什么 色不重地 希腊文讲 你没有打中红心 你没有在神的要求的里面 你偏上也好 偏下也好 过也好 不及也好 都是罪 千六十倍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 变成是像律法主义一样 同时也不要变成是反律法主义者 现在有一些在教会界里面 我发现 我曾经讲过 这个新加坡有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就讲的 他讲的叫做恩典福音 他讲的恩典福音是什么呢 他的福音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习这架了 他已经做成了一切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对不对 不对啊 这句话听起来是对的 但是下面一句话我再跟你讲 你连认罪都不需要 对不对 对不对 问题就是他就是这样教导 那么他的几个徒子徒孙呢 在中国 我在视频上看过 就是这样教导 所以你可以看见 现在这一个世代 越来越多 这种混淆是非的 不清楚真理的教导 在网上面遍布着 现在就怎么 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在十架上面 是不是 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 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 我们需不需要再做点什么 受洗之后 奉献一百块给牧师吧 需不需要 要 你不要抹会我 需不需要 奉献一笔钱给教会 因为 我这样子做 我希望上帝喜悦我 我今天出去 结果跟人家吵了一架 我心里面非常的不安 我认完罪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所以礼拜天的时候 我就额外带了一包 厚一点的奉献 为的是 可以把我 跟人家吵架的那个罪洗掉 这叫赎罪见 懂我意思吗 其实亲爱的兄姐妹 仔细去思想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会不会我们多多少少 不管是从佛教来的 我们还有这一些的 所谓的功德论在我们里面 OK好了 那弟兄姐妹 所以首先我们要脱离律法主义 但是更重要的 亲爱的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 这些原是后是的隐儿 那形体却是什么 基督 那个形体却是基督 这个意思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 隐儿 这个形体 隐儿是形体的投影 却不是形体的本身 后事是指的将要来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 旧约律法所规定的这些的事情 在救恩的实体上面 只是像一个影子一样 而救恩的实体是什么呢 救恩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 Amen 什么叫做救恩的实体 换句话说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带给我们拯救 Amen 不是靠律法 不是靠你行功德 不是靠你做什么事情 不是靠你奉献多少钱 不是靠你每一天早上 灵修祷告一个小时 亲爱的兄姐妹 这些都很好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靠这些 来讨上帝的喜悦 你就弄错了 我们是因为想要来渴慕祂 我们想要来亲近祂 我们羡慕跟祂有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我早上 起来灵修 懂这意思吗 如果是律法的要求 那我们做得会很辛苦 成岛直到如今 三年都一直坚持到底的 有没有 在这里弟兄姐妹 有没有 没关系 这个举高一点 表扬一下 那请刚才举手 弟兄姐妹告诉我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三年 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年了 亲爱的兄姐妹 每天早上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律法 也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形式 懂我说意思吗 律法主义 行事主义 都是让我们不能够爱神的一个拦阻 既然这个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相对于去遵守律法 我们要去相信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的信仰是因这信 以至于信 那个意思是什么 那个意思就是说 开始是信 结束也是信 我们因信称义 那么我们成圣 需不需要因信呢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成圣也需要因信 得圣也需要因信 亲爱的兄姐妹 信心不是只有在你得救的时候才需要信心 你得圣也需要信心的 Amen 好 还记得 记得彼得吗 还记不记得彼得 有一天耶稣看着这个 彼得看着耶稣在那边 在海上面行走 哎呀他心想 哎呀父子啊 你在海上面生走 那我也走吧 所以说 来 谁怕谁 哎呀彼得 我真羡慕他 他很大胆 他真的走 如果是你会不会走 你是不是会走 我觉得 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考虑 嗯 那是水面上哦 那是海水哦 理智稍微想想想 我都不敢走啊 彼得敢走 已经给他鼓励鼓励了 是不是啊 但是彼得走就走怎么样 啊 他突然看见什么 他眼睛好像突然开了 他看到什么 这里说 他说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是不是 所以他看见风很大 他以为就要沉下去了 因此他就怎么样子 他做了生平最简短的一个祷告 说 主啊 救我 是吧 请问彼得讲主啊救我 讲了几次 几次 几次吧 你看神经不要看我 神经上说几次 一次 彼得就说 主啊 救我 你现在想象彼得那个moment 然后呢 他就开始往下沉 对不对 是不是 他的手怎么样 他的手怎么样 是这样还是这样子 是这样还是这样子 请告诉我 他完全地放手 因为耶稣过来就要救他了 你懂得意思吗 所以他拼着命 是不是 但亲爱的东西 你想想看 如果彼得那天祷告 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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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有一个人给他 这叫做上吊的祷告 上吊懂吗 一下子 彼得不是 彼得就喊这一声 主啊救我 但是亲爱兄姊妹 接着耶稣怎么责备他 你这 小心的人 所以问题在哪里 彼得为什么会沉下去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能一直稳健地走 问题在哪里 小心 跟你旁边说不要小心 亲爱兄姊妹 你也不要笑他 如果患了死我们 可能我们更糟糕 是不是 亲爱兄姊妹 很多时候 我们面临到人生当中的难处的时候 面临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知道神可以帮救我们 对不对 我们的神是不是无所不能的神 有什么的问题 大过他的 有没有可能 你婚姻的问题 你感情的问题 你的工作的问题 你小孩子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 现在就是为 有哪一个问题 是耶稣不能够帮助你的吗 有没有 没有 但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敢相信 有一次 在这个信徒快乐秘诀里面 这本书 我年轻时候就看了这本书 非常好的一个关于 灵命追求的书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讲到一个例子 他讲到说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呢 他要 有一个人他要下到这个枯井的里面去 那么这个枯井是在一个旷野的地方 有一个很深的井 所以他要下去 那么他就在 他就用了一根绳子 你现在想象那个picture 他就在绳子 绑了一个绳子在那边 然后呢 这样子从那个井口就掉下来 他就这样子 那绳子很长 他就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子慢慢慢慢要掉下去 对不对 结果当他这样子 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突然 往这个手往下面一抓的时候 发现没了 哇 这时候他紧张了 绳子已经到底了 脚呢 还悬在那个地方 这时候他怎么办了 他着急了 他就开始往上爬 但是糟糕了 他太长了 往上爬了更累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往上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就像我现在一样 所以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大声地喊去说 主啊 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啊 我带我到永恒的里面去吧 意思就是说 死就死吧 当他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呢 他就两只手 撑不住就一放 然后呢 到哪去了 到天堂去了 原来下面只有这么三寸 一下子就下去了 亲爱的兄姊妹 很多时候啊 如果我们不放手 神就没有办法解锁 懂这意思吗 这个叫做放手 你知道 我们美国人训练小孩子 游泳怎么训练 我不讲中国人 美国人怎么训练 我看到他们把那个小baby啊 不是小baby 应该没有小baby吧 反正就是很小了 就把这个怎么样 就往这个游泳池就丢了 那就这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中国人呢 都已经到了二十八岁了 二八姑娘 不可以 不可以 那个水太深了 你要到 到那个低的地方去玩水 有没有 我们做父母亲的 就不敢放手 小孩子就是觉得 他自己永远是一个baby 因为父母亲觉得说 你永远是baby 你离开了我 你就没有安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上帝 要能够让我们 真正的来信靠他 我们需要学习放手 Amen 当你一放手的时候呢 你就一跌就跌到哪里去了 跌到主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去了 Amen 当你还在那边苦撑的时候 你在那边一直抓的时候呢 你用尽力全身的力量 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想找这个人 想找那个问题 想找专家 想找做什么 你会发现最后 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仰 不是只是停留在 信耶稣得救 让我们的信仰是 要继续地 我们因着信心 我们在人生当中 不管面对什么难处 现在你可能就在 面对一些的问题 可能你祷告了好久 你都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你祷告了好久 一直问题都不能解决 你还是觉得说 你渐渐已经没有信心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刚刚已经讲了 祷告很久了 你都没有办法 怎么办 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时候你就来赞美吧 Amen 今天早上 我们师母跟我 然后我们女儿三个 我们在一路上面 我们就用今天早上的导读经文 我们在那边导读 今天早上导读经文 有谁知道 赞美他的话 藏在我的口中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藏在我的口中 太好的一个宝贵的经文 可惜是礼拜天 可能大多数没看 但是今天早上 早上我们在那导读的时候 就这么一节圣经 我们一直导 导到导 从Temple City 导到Torland 差不多有45分钟 我们为这个感谢 我们为那个赞美 我们几乎把我们想到的 可以赞美的 通通来赞美 为着我们的教会来赞美 为着我们的国家来赞美 为着我们的家庭来赞美 为着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来赞美 当我们一再的赞美 一再的赞美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感谢为基的就是荣耀他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赞美神的时候 神就将他的宝座 设立在我们中间 Amen 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羞辱这位魔鬼 所以 赞美是信心最高的表示 懂我这意思吗 如果你祷告许久 都还没有解决问题 这时候表示你该起来赞美了 Amen 你求够了 你求了再多 你就跟那个彼得一样 就跟那个上吊的祷告一样 主啊 救我救我 其实那是自我安慰 你重复的在祷告词 那是自我安慰 除非你真正看见 你相信 Amen 赞美你主啊 赞美你 你是好神 主啊 没有什么困难 可以打过你的了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起来赞美他 Amen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 成就了一切 Amen 所以让我们用信心 来定精在他身上 让我们用信心 持续地来信靠他 不管在任何的环境 不管在任何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们保持对他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甚至即使问题不会解决 甚至你的疾病 甚至你的困难 没有解决 你说急或不然 像但一里一样 我仍然信靠他 Amen 魔鬼惧怕这样子的人 Amen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 领受圣餐 我们请诗琪来帮我们谈 然后呢 我们有点时间 好不好 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 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花点时间 再次来思想我们的主 他在十架上面 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如果你里面有一些 得罪神 得罪人的 你在主的面前向他承认 然后我 我鼓励你 你花时间来赞美他 来感谢他 好吗 我们有几分钟时间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赞美你 谢谢你 使得主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 主啊 赞美你 主耶稣 我们要来赞美你 赞美你的慈爱 赞美你的恩典 主啊 赞美你这位慈爱 恩典 怜悯的神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死 你的爱 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其实我们有许多 污秽败坏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向你承认我们的罪 你说你就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我们到哪里去找这种恩典啊 世界上许多人花钱 做很多的功德 三步一跪 五步一拜 他们想换取 他们的罪裂可以减轻 但是我们竟然白白的 什么都没有做 你就这样子为我们而死了 你救赎的恩典 就这样子白白的给我们了 主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去想清楚 想不明白 我们只有我们的心向你说赞美你 主啊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 你的方法是何等的奇妙 你是一位奇妙的主 谢谢你赞美你 愿你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眼光 定睛在这位 不会改变爱我们的主身上 而不是定睛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和问题的上面 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 记得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吃这个饼 不是只是这样吃下去而已 那我们想到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剥开 裂开 为的是要让我们 这些罪人 来自不同地方 各地各方 文化语言不同的人 可以在他的里面 成为一个身体 这是何等的奇妙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 犯后耶稣又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让我们记得 没有什么罪 是大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能够遮盖的 什么时候我们犯的罪 不要怕认罪 我们随时来到主的面前 向神承认我的罪 向人承认我的罪 主就赦免我们 我们再一次 存感恩的心来领受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相信你的音讯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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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所以我来为要爱你 所以我来为要爱你 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 你再我身上作为客人 你在我身上作为客人 你再我身上作为客人 我相信你 你再我身上作为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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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可谓 我已善 敬畏你 试试看你举起手来向着他 所以我来 为要爱你 所以我来 为要敬拜你 你在我身 作为可谓 我已善 敬畏你 主 使得主啊 在很难相信的时候 我仍然要相信你 在混乱 混乱 困苦中间的时候 我仍然相信你的慈爱 主啊 在罪恶深渊的中间 我仍然相信你的拯救 亲爱的主啊 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谓 我们的一生都要来赞美你 侍奉你 传扬你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保惠师的引导交通 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圣灵保惠师的誘惠 拟责 字幕提供